刚看到这么一条消息 越南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数据说 今年4月 越南出口同比暴跌17.1%至275亿美元 进口呢也暴跌了20.5%至260亿美元 观看这组数字可能还看不出什么来 那就再看一组数字 今年1至3月也就是第一季度 越南出口额790亿美元 同比暴跌12% 进口额呢为750亿美元 也暴跌14.7% 从这两组数据换出什么来没有 越南的出口额从第一季度的暴跌12% 增加到17.1% 进口额呢同暴跌14.7% 增加到20.5% 暴跌再加速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 对越南来说 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额暴跌 都不是什么好事 为啥呢 因为越南的经济模式和我们2000年左右差不多属于大惊大出那种的 进口额大是为了引进工业原料半成品了什么的 利用他们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搞来料加工 认识有个在越南混故的朋友 据他说 越南这个国家 要是光看统计数据 可能挺亮眼的 但其实呢 它没啥工业基础 比如说很多简单的金属加工件 我们小县城就能搞定的那种 越南竟然要从广东 广西 甚至苏州运过去 它的工程技术人才也不行 有些生长环节的技术服务和调试 应用级的那种 其实挺简单的 并不难 但就算这样 它本地人也搞不定 竟然需要我们这边的工程师飞过去 现场搞指导和调试 进口额暴跌 说明来料没了 出口暴跌呢 其实就是出口额暴跌的这个音 所结下的果 本质上是一回事 说到这里 有人恐怕就要说了 之前在网上 不是很多人吹越南吗 不是很多人说 我们的工厂 纷纷搬迁到越南 我们世界工厂的地位 很快就要被越南替代了 怎么突然一下子 越南会出现这种事呢 这就不得不说起另一个国家了 韩国 了解越南的人基本都知道 越南的外贸进出口 差不多一半吧 可能是韩国在越南的投资企业 所创造的 尤其是三星 近段时间 韩国的情况可是相当的不妙啊 我们都知道 一直以来 韩国是个贸易顺差国 但在2022年 韩国突然出现了 47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上次韩国出现贸易逆差 还是在2008年 但出现贸易逆差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这种逆差 韩国没法扭转 前段时间 韩国财政部做这么一个预测 2023年 韩国的出口可能下降4.5% 进口可能下降6.4% 为啥会这样呢 韩国出大事了 韩国有个科技企划评价院 会出个技术水平报告 来评估韩国各行业和中国同个行业之间的技术水平 主要对比10个领域 建设交通 防灾安全 航空航天 机械制造 纳米材料 农林水产食品 生物医疗 能源资源 环境气象 信息通讯技术和软件 已经搞了好多年 2010年时 他是怎么说的呢 情势不妙啊 我们只领先中国三年 2020年呢 说话就更丧气了 我们已经落后中国0.1年 现在呢 就更丧气了 几乎在所有的领域 韩国企业的技术水平都被我们超过了 这方面有很多数据 像三星手机 在我们的市场份额中 最高时曾经占到将近20% 现在呢 低到1%多点 基本算退出中国市场了 韩系汽车 比如说现代奇亚呢 也差不多 从最高的10%起 到2019年的4.7% 到去年一季度 已经只有1.8%了 面板厂这块 韩国人也不行了 像LCD 我们已经占到了全球的70% 快要垄断了 OLED呢 韩国人也是节节败退 2021年 中国占全球的市场份额 还只有16.6% 现在呢 已经超过30%了 基本上 从谁手里抢来的呢 韩国企业 就它保住的这点市场份额 靠的还是美国全面打压 我们国内的企业 到处游说它的盟友 不让中国高科技产品 进入他们的市场 这才勉强保住了一点 要是美国人不这么干 恐怕这点市场份额都保不住 很快就会被国内企业抢走 韩国总统以西越防美食 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 它为什么表现得那么甜美 结果还什么都没捞到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它想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希望美国能继续打压 我们的高科技企业 美国人已经给它了 韩国只有5000多万人 越南人口可是将近容易啊 本来靠韩国一家 撑起越南就已经很困难了 现在它都这样了 当然更不行了 越南呢 也被韩国拖下水 跟着一起进出口额暴跌了 本来说完这件事的原因就可以结束了 但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越南进出口额暴跌 还意味着另一件事 一个美国布局十多年的阴谋 终于宣告彻底破产了 什么阴谋呢 这事我们之前说过 最近这十多年 为了搞掉我们的制造业 美国一直在玩一个类似池塘抓鱼的阴谋 怎么抓呢 大致来说有这么三步 第一步 找个鱼多的池塘 选一脚下网 第二步 用尽全力 把池塘搅个天翻地覆 却故意不动那一脚 第三步 等事后到了 鱼就全部进了在那一脚的网里了 这实在拉网 中国就是这么成为美国目标的那个池塘 美国怎么搅动中国这个池塘呢 简单来说就是三招 第一招 在经济上 搞贸易战 科技战 拖住中国发展的后退 第二招 在政治上 拉拢可以拉拢的一切国家 包括欧洲 日本 韩国 印度 哪怕这些国家 很多只是空口寒暗 也要制造出一种合力抗中 全球已经形成抗中联盟的印象 第三招 离间中俄 这第三招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们之前说过 资本这东西有点像池塘里的鱼 敏感的很 向来最怕风险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 哪怕它不叫 光露出一副要脚的样子 就能吓跑一大堆资本了 更何况它还在亲自下场 使出吃奶的劲 在疯狂嚼水呢 资本肯定得逃啊 逃哪里呢 美国人很贴心 为他们想好了 像在奥巴马时 就搞了个CPTPP 这是个自由贸易协定 一边吹嘘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要求 极其的高 一边呢 却转手把越南给拉进去了 美国人不但自己干 还拉着欧洲干 比如说 在它的鼓动下 在2021年 欧盟和越南签了自由贸易协定 对这个阴谋 美国是觉得 相信它会成功的 为啥呢 这又得说起另一个名词来 宴行模式 这个词是日本人发明的 啥意思呢 就是 我发达国家是领头宴 掌握着科技高地 你发展中国家呢 是跟着我屁股后面 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 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的纳旋大宴 这种模式有两大特点 第一 领头宴始终是吃肉的那个 为什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不少人羡慕欧洲国家福利好 干活少 光字高 躺着就把钱给赚了 就是因为人家是领头宴吗 难道让人家像屁股后面的宴犬一样 每天风吹日晒 靠着苦哈哈 赚点小钱来养家糊口 第二 领头宴还会根据其他大宴和它的亲密程度 来决定对方是啃骨头还是喝汤 甚至干脆连汤都合不上 只能闻闻香味 美国人本来觉得自己是最前面的那只领头宴 结果出事了 1980年代 日本经济涨得飞快 尤其是芯片制造业 大有超过美国的势头 美国人一看 这怎么行 就各种打压 外加和他搞了个广场协议 终于把他的芯片制造业打死了 跟着他后面的一只大宴没了 产业有个缺口 也不大好 怎么办呢 美国人就扶植韩国 韩国的经济就这么起来的 所以这么一搞 美国这只领头宴之后 在东亚就出现了两只几岁的大宴 美国人一直觉得 我们和越南差不多 在产业上 应该是跟在日韩后面的大宴 但我们的体量太大 让美国人很不放心 怎么办呢 他觉得可以通过韩国产业转移的方式 来扶植越南 从而掏空我们的制造业 怎么说呢 就是他不但对自己 就是那只独一无二的领头宴 过于自信了 同时还对韩国就是紧随他之后的那只大宴 也过于自信了 换句话说 他坚信 我们根本不可能超越韩国 结果呢 糗大了 虽说美国种种打压 但我们还是超越了韩国 美国所设想的那种 韩国领先我们 在用韩国去当越南领头宴 挖空我们制造业的想法 不但成了一场空 还成了个笑话 今后美国该怎么办 恐怕连他自己 现在也不清楚了 前段时间 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说的一段话 挺有意思的 他说美国现在太依赖金融业了 今后要转向实体经济 他说 中国高产业政策 所以呢 美国也高产业政策 啥意思呢 简单来说 就是美国要向中国学习 要走中国模式 美国人现在都急到这种地步了 当年 西方侵略我们史振振有词 说天底下的道理就是这样 落后就活该要挨打 当时还用了这八个字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现在到了把这八个字还给美国人的时候了 同时还得给美国人再送上一句话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顾了亲亲性命 感谢观看